我是山东人 我叫史中霞 今年29岁 毕业于2009年 学的专业是物流管理的专业 毕业之后呢 有几份工作经历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平台呢 想找一份行政助理 或者是商务专员 或者是各位老板 认为适合我的岗位 谢谢大家 听出来了 有点紧张 说一下你的推荐理由 中霞是一个 让人非常揪心的求助者 在他履历当中遭遇过家暴 然后并且在自己怀有身孕的情况下 结束了一段婚姻 我觉得今天既然我们是做 跟公益相关的主题 他是因为遭遇了不幸逃到北京来的 我觉得非你莫属 应该给他一个 用自己能力找到工作的机会 逃到北京 不是 也不算是逃到北京吧 就是我是2012年结婚 然后我当年呢就离异了 因为和那个 就是和他发生矛盾嘛 当时离异之后呢 我是在我们家乡那边 本来是想找一份工作稳定下来 然后再找一份 就是说解决个人问题嘛 结果呢就是有半年之后吧 就是013年 然后他又开始就是纠缠我 然后呢就是在路途上嘛 就是开始就是有威胁性的一种 就是一种行为吧 刚开始呢就是说我想要钱 然后我说呢我也没有钱 然后咱们离婚的时候呢 那个协议都已经写得很清楚 他说你是要钱不要命是吗 我说我也不是 我说你要是想要钱的话 那就走法律 法律怎么规定我就怎么给你 然后最后也是拗不过嘛 他最后就是对我动手了 打了我然后报警了 警察是将他拘留 所以呢我就在这个期间 就选择离职 然后来北京这边发展 当时是 我所了解到的是 他在你孕期的时候还打你 对 是吧 对 刚开始就说也没有太厉害 就是说有时候 就是胳膊可能会容易轻呀 是拿东西打你 还是拿拳头走 不是 就是拳头 就是拳头 那时候你已经怀孕了 对 孩子到后来我是打掉了 打掉 几个月 五个多月 五个月那是银产吧 就本来无论如何 还是想要下来的 实在是没法忍了 才去银产把孩子拿掉的 对 是吧 这么个畜生 你现在 你对着镜头 就当你前夫 或者是以前的生活都在那儿 你现在就站在 费尼莫书北京的这个地方 你就站在这儿 即将要开始一份工作 你可以对着镜头对他们说 你想说什么 我可以啊 现在我在北京 我打算在北京 有自己的一种新的生活 我不希望你以后 我还会对我的生活 或者是工作造成影响 对你过去的那些作为 我深入痛绝 而且你不要相信 我永远是那么脆弱 首先就是说 仲夏你应该在北京 如果你找到一个 合适的工作 然后你可以找一个 比较不错的咨询师 我可以帮你介绍 就他专门是家暴方面的专家 然后他可以先帮你 进行一个分析 说实话 一直以为是自己已经走出那个原因 但是通过台上那个老师给飞机 我想了想确实是 然后我该祝福他还是祝福他 自己该以后怎样走还是怎样走 好好地过下去 离了之后你是从山东到了北京来 离了之后是先在山东工作 一个当地的制造业 做生产计划员 那你在北京干什么 我刚开始是创业 然后自己就在父母的帮助下 就开了一家那个就是做家访 三四个月的时间 然后跟我姐姐想合伙 从网上做 就是开网店 但后来效益不好 就是今年三月份停了 所以说我又在父母这边帮忙 就是六月份又开始找了一个工作 钟霞 我看到你的前几段的这个职业经历 都不是特别长 是 为什么呢 我之前这份工作 它是做电话销售 因为我之前 就是因为我针对于自身的性格来说的话 可能是偏内向一点 就是说我刚开始 我是可以尝试做这个电话销售 但是做了这一段时间呢 我觉得确实是不适合 而且呢就是说沟通技巧方面 而且我觉得自己还是有欠缺的 你的性格是内向的 你不喜欢做电话销售的工作 在我看来 这个可能不是实话 我觉得你在面对压力的时候 电话销售是一个被客户拒绝的过程 对 面对压力的时候 你自己会感觉忍受不了 不是 不是说人受不了 是这样的 我是 当时呢就是我之前没做过电话销售 我就是说觉得这个销售可以是锻炼人的 我就觉得自己性格内向 所以说想做这份工作 做了之后呢 做了有两个月的时间的时候 还没有出单 就是没有出单 我就跟领导反映嘛 我说 我说我可能不太适合 我说还没有出单 那个领导就说 他两个月不出单是很正常的 他说三个月不出单也是正常 反过来领导安慰你 对呀 我说 我说 我说我觉得 就是说作为自信来说的话 我觉得对不起的一个公司 我觉得我 所以所有的问题都指向于你的一个性格特点 软弱 包括你以前的家宝 你认为你性格软弱吗 但是我觉得 也有可能是那个 就是他那个电话销售被拒绝的太多了 我觉得不行 还是有逃避的想法 今天来应聘的是商务专员和行政助理 有有地域的限制吗 最好是在北京 如果不是北京那考虑吗 如果说北方城市的话也可以 北方城市 薪水有要求吗 薪水我写的是3500 3500倒是不高 来 第一轮选择去货磊 还有六盏灯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唯有财 谢谢 PPT是吗 对 就很简单 你解释一下 这个就是几个文字 然后我就是说的 我刚开始入职场的时候 说一些表现吧 让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个呢 我就是说我在家乡那边上班 这是谁做的 我做的 你做的 你哪找了一张那个图片 上面俩难的 工资增长 不是 你挺有幽默细胞的 不是 我觉得今天这个现场 可能太紧张会有点太严肃 对 这是你第二次笑 我们陈总已经算了 你是第二次笑 是这样的 因为我当时做生产计划员 这个工作吧 当时的车间的工人 男工呢 他是我说是一个平均的工资 是3000块钱 女工的工资呢 他是1800 也是一个平均工资 就是说我做生产计划员 做了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吧 最后他们做的一个工资 是男工能达到4000多 就是多的 工资增长跟你有什么关系 因为他们特别生产生产的 每一个产品 都是有按照我这个计划来做的 我能打个插 那卖家坊的事吗 难得碰着一个这事 生产波测的控制 其实是个挺高级的科学 你是怎么通过排产计划 对女工的这个平均工资 做了提升 哪些是你的价值 你把它能举例说明吗 行 我刚去的时候呢 我就是按原来那个工作 就是原来的方式 去给他们下单 就是胡乱一下 一个单子一下 然后他们工资 可能就是还是保持原来那些 就是我的方法呢 就是汇总 然后单品种的核单生产 而且还是先考虑交货期的 交货期靠钱的 以七天为一个周期 这个技巧在我听起来 有点简单 我觉得中辖的这个特质 已经很显示意见了 就是吃苦耐劳行 对 但是没有在正规的企业里 吃苦耐劳 我都觉得不够精准 它真正精准的是 忍辱负重 它最能的是忍辱负重 它没脾气 我觉得我今天过来找工作呢 我主要是 就是想找一份工作呢 我可以从底层干起 但是呢 我最主要的还是 希望自己能成长 能突破自己 好吧 来 第二轮选择趋火灵 还有三盏灯 谢谢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 他们提供的职位 来 王文刚 那我给你提供的职位呢 有两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 是我们采购内部的跟单元 第二个呢 是我们内部的流程控制主专员 工作地点在北京 陈浩 谢谢 我给你的是我们集团总部的 客服专员的这么一个角色 好 谢谢老师 尹峰 咖啡机给你的岗位是 咖啡机物流部的助理工作 你可以跟着他们一起学习 为来成为这个行业的专业人才 北京 谢谢老师 北京 好的 接下来三盏灯 灭掉一盏 留下两盏回到这儿 请 谢谢陈总 谢谢 谢谢 有请文刚 尹峰 谈钱不上感情 来写下你们的薪酬 3300加 3500加 意向的一个要求工资嘛 我说是3500 王总他给我写了3300 我有点意外 有任何问题可以问到两位老板 我有 王文刚 你也太不爷们了 人家说3500你非少200 赶紧讲到3500真是 我给你讲讲 这事 讲什么呀 按理说不该说 你差200吧 不是按理说不该说 不是差200的问题 我想看他反应 石中霞在我看来呢 就是他在抗压性上是有问题的 所以到最后 我放提供的时候 我甚至都用了一点小技巧 我就知道他想说他考验他 您那么欠呀 非得让人 我对他的这个状态 我一直有点担心 刚才虽然面试 还有老王 我认为是一个 基础执行感 用得着这样考虑吗 200块钱对于他来讲 其实很重要 等等我 那我们就你自己 给自己挖的够 你说你没发现 他的性格是 刚才图老师讲嘛 是这个 这叫什么呀 忍辱负重型的 那他到底是找你要 这200块钱 你觉得 他招我让我一定给 你看他们 这个事你活活把它说穿了 那我所有可玩的事 可是他不要 我们觉得才是美德呢 怎么了 我觉得忠达不会计较 这200块钱 对 我们对老王 这个行为表示看 王文刚的意图 就是说让这个女孩 主动的来提出 自己的需求和要求 因为 她这一个很好的一个测试题 活成都被扒开了吗 你只有得了吧 老板最眼下的 就是没看那些 不提需求的员工 我觉得今天有问题的是 我们今天的老板站在这儿 我们可以PK个 3000 5000 1000 2000的价位 200块钱 你们觉得我会拿出来开玩笑吗 有意义吗 对不对 一直以来你忍辱负重 不愿意为自己提邀请 我想我想给王总一次调整价格的机会 来 鼓掌鼓掌鼓掌 来 这件事情活活给推上来了 没事 你调吧 你调吧 你说的多好 给你一次机会 给你一次调整的机会 我觉得他最后那句话 我觉得他最后那句话才是真正让我看到了他的亮点 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年轻女生面对生活的一种自信心的表现 为了这件事情我宁可调高所有对他的预期 4000 他很赞才给你加了700块钱 你知不知道这管吃管住 这不止 这等于4500以上的 那是4000 这还差500呢 什么态度 我觉得你这真是不怕事的 对 陈浩说的是实话 真的 他管吃管住 这个是实话 这个是实话 对 现在你掉够里了 我告诉你 这个不好乱玩笑了 就不是说不想给 实话实讲 这是一个我们入职在你这个level上 其实已经是比平均水准稍微高一些的这个工资了 你们报处注吗 我愿意给是因为今天这个舞台和你的表现 很多错综复杂的原因 但我对你的未来是有期待的 所以我想未来多少钱 你也别挤 是给自己来决定的 问他自己吧 15秒钟时间请考虑 所以你的选择是咖啡之一 优慢家访 或者是谢谢再见 我的选择是 优慢家访 谢谢 哎 这个男人没脸吸引了你啊 哎 你说一下你为什么选择优慢家访 来 说一下 来 史忠祥 对 说一下为什么选择优慢家访 王文刚脾气也不好 是这样的 我觉得因为我原来做过优慢家访 做过家访这一块 我觉得我想从这开始开始做下去 然后我的规划是以后有自己的事业的 所以说我觉得这方面可能更锻炼我一些 希望你能成功 再见 好 谢谢图老师 今天我觉得对我人生是一次转折 我觉得我必须要坚强起来 以前不好的我都要统统都忘掉 好的我要一直还是要坚持下去的 好 感谢收看由耀仰卫选 书为乐巴书为合作骨饼干 和助消化选销时乐巴销舌饼干 共同冠名播出的天津卫视飞行魔术 感谢大家的陪伴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